横斑梅花雀 横斑梅花雀原产于热带和南部非洲 但已被引进许多岛屿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 它们在建立族群这点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此物种主要以草类种子为食 通常出现在开阔的长草平原并靠近人类居住的地方 横斑梅花雀具有很高的繁殖率 这归因于其异于规划的能力 横斑梅花雀通常呈小群体活动 并聚集在人类居住和有良好植被覆盖的地方 主要食用草类种子 在其引进区域内规划的成功 归因于它们的高繁殖率 以及在某些地区能中年繁殖 它们会收集食肉动物的粪便 并放置在潮的附近 试图以此卫装来防掠食者 横斑梅花雀七地为长草丛生的旷野 净水的芦苇植株 农耕地 森林边缘 以及人类居住地方的附近 横斑梅花雀主要以草类种子为食